我看到三叶蟲 你知道这个三叶蟲是什么时候的生物吗 古时候的 美河科技大学生物科技系 海洋古生物教育特展今天开展 安排美河富佑小朋友来参观 并动手做三叶蟲化石模型 认识许多海洋生物演化史 你看到什么 三叶蟲 那觉得怎样 好可怕哦 平洞有很狭长的海岸线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的话 让民众来知道 我们台湾的海洋的资源 我想今天的展览是 古生物特展 海洋古生物特展 其中包括有一些的 山叶蟲 节肢动物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展览 让民众从古生物的演化过程中 进而了解现代海洋资源的重要性 由于在屏东较少有化石展 这次美河教育特展 共展出两百多件海洋脊椎动物 脊皮动物 软体动物 节肢动物及刺丝胞动物等 火大类古生物化石标本 值得师生及民众前往近距离 欣赏这些美丽的海洋古生物 由最靠那一侧来说 那个是头族类的化石 然后靠那个水母缸那边呢 它是属于比较原始的生物 它是刺丝胞的生物的化石 还包括珊瑚类 那中间这一排 是节肢动物的化石 节肢动物最主要在古生代 最大宗就是三叶丑 展览除了静态化石标本展示外 也展示了化石清修的工具 在开幕这天 更特别示范化石清修过程 带领参观者一起揭开 古生物神秘的面纱 海洋古生物教育特展 将展至5月9日 校方期待借此展 让学子及乡亲了解 地球海洋演化的轨迹 及海洋生态的奥妙 并借此铁户生物灭绝的残酷 更加珍惜现有的海洋生物 评论新闻张如一张志豪 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落权 第二